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713集 秦城狂晕了 额头冷汗都冒出来了 这回答让他也太吃不消了吧 哎哎哎 行了啊 千雪 别胡说八道了 秦城呵斥了一句 而后冲姬如月和陈思思干笑了一下 拉着幽谦雪就走了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还真是如此 他都有些后悔把古仓武皇和骷髅舵主给调走了 只留下他三女一男了 姬如月目光寒赏 怒火冲心 气得多小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看不上自己吗 流氓 陈思思呢 也不由得催了一口 关我毛事啊 秦城只觉得冤枉 他一点想法都没有 怎么反倒是他成了流氓呢 他也不辩解 赶紧来到空间池前 空间池上 有着一层淡淡的空间薄雾 只是啊 这一层空间薄雾 除了带点朦胧的感觉外 已经对人造不成什么伤害了 因此秦城也就没有移走 薄雾下是乳白色的空间池水 微微荡药 散发着惊人的空间之力 秦城只是刚刚接近 体内的空间悼则之力 就隐隐有些兴奋 仿佛见到了什么大捕之物一般 不错 的确是空间池 秦城惊喜 而后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跳了进去 温暖的池水涌来 秦城感觉到浑身舒服透顶 差点就叫出声了 暖暖的泉水包围着他 让秦城差点忘记了 自己是来修炼的 而不是来泡温泉的 可下一刻 秦城就感觉到了刺痛 空间池中的空间之力 开始疯狂地进入他的体内 特别是穿透衣物的时候 那种力量更是提升了十倍百倍 秦城直接闷哼一声 差点喷出血来 陈尚 幽谦学几人大吃一惊 就看到秦城脸色发白 额头嘘汗之梦 一个个地急忙地赶过来 要下来 不要过来 秦城急喝一声 这空间池的穿透之力太可怕了 以他空间肢体和不灭圣体六重巅峰的防御 竟然都差点重上 如果幽签学 他们贸然进入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他闭上眼睛 开始感悟着空间池起来 在他的了解中 空间池虽然蕴含着惊人的空间之力 但是却十分的纯正 即便是有破坏之力 也不可能让他的无法承受 可这一感知 秦城却愣住了 竟然是他身上穿了衣物的原因 他对时苦笑 自己一时着急 竟然忘了这个 空间之力 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力量 一旦有外力的干扰 力气就会变得暴躁可怕 就如同空间裂隙 便是空间之力达到了临界后 所结成的后果 因此 武者进入血灵池 必须退去衣物 赤身裸体 如此才能安然地 吸收空间池中的空间之力 而他先前穿着衣物 直接进入空间池 自然就引来了空间之力的暴动 如同当初在血灵池中一样 必须赤身裸体 才能吸收血灵池液 否则 肉体便会被血灵池给腐化 轻轻一震 将身上的衣物进阶震碎 果然 身上的刺痛感明显减弱了许多 变得温和了起来 果然如此 秦晨苦笑 那些钢针一般的力量 进入他的身体和经脉后 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在改变 身体中似乎有什么杂质 被那些池水带走了 并且原本已经十分凝炼的 食道空间道泽之力 竟然还在隐隐地提升 变得更加的凝炼 秦晨大喜国 空间道泽之力的强大与否 代表了一个人将来的成就 本来他的空间道泽之力 就已经十分可怕了 可若是再有所提升 将会达到一个更加恐怖的境界 而且 幽谦雪他们 三个人也能得到巨大的提升 你们三个 赶紧下来 惊喜之下 秦晨脱口而出 可是话刚落下 他顿时呆滞住 想要进入空间池 就必须脱光衣服 可幽谦雪三个都是女人 自己一个人 这 看到秦晨没事 幽谦雪三人则 齐齐舒了一口气 同时就要往空间池中走来 哎 慢着 秦晨急忙大叫 陈少怎么了 幽谦雪 忽谦雪 姬如月和陈思思 也疑惑地看着行程 呃 这个 进入空间池 必须将衣服脱下 赤身裸体地进入 否则的话 空间之力 受到衣物的阻隔 会产生暴动的 呃 你们会被这空间之力 瞬间撕裂 秦晨有些尴尬地说道 脱光衣服 赤身裸体 幽谦雪三人 脸色瞬间羞红了起来 三个女人和一个大男人 赤身裸体地 在这空间之中修炼 这 光是想想 就让三人浑身发麻 都快站不住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姬如月气呼呼的 色鬼 陈思思也催了一口 不是 这关我什么事啊 秦晨无语 自己好心提醒一下 反倒被当成了流氓了 这也太冤了吧 不过 秦晨也知道 让女孩子脱光衣服 和另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 一同浸泡池水 的确是有些尴尬 于是道 呃 这样 我到里面去 背对着你们 你们把衣服脱好后进入 呃 进来之后 再通住啊 说完 秦晨不再理会三人 坦然地 走到了池水深处 并且背对着众人 一点点感知身体的变化 秦雪 咱们怎么办啊 秦如月的脸颊红红的 神色有些纠结 虽然秦晨背对着他们 而且在池水的深处 还有薄雾遮盖着 可是 这池水毕竟不大呀 光是想到自己 要在一个男人边上 把衣服脱光光 就有些难以接受 什么怎么办 并千雪呢 却狐疑地看了一眼 积如月 沉声道 这古怪大陆 危险重重 先前若不是陈少出手 咱们恐怕都要死在这里 在这里 实力才是唯一 我一直在恨 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 无法替陈少分担 现在有这么一个 提升修为的机会 自然要把握住 并千雪一边说着 一边将衣服退了下来 白皙的脚脖子 一点一点地 走入到池水中 虽然是风润如玉的大腿 纤细的腰肢 一直把雪白的脖口 都浸没在了池水中 并千雪这才松了口气 姬如月和陈思思呢 却看到并千雪 虽然说得一声言辞 可脱衣服的时候 分明脸颊飞红 十分的便利 甚至一条腰带都解了半天 显然啊 并不如他表面上说的那么坦然 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池水中 并千雪想到了当初 在雪凌池的时候 秦晨闯到了五国女弟子 这一侧的雪凌池 当初对方就是和现在一样 差点把他看光了 他那时候恨不得将秦晨活劈了 一路追杀秦晨 现在想想 内心又是羞涩 又是幸福 如果回到那个时候 并千雪怎么也不会相信 那样一个曾经在他心目中 是灯徒子形象的秦晨 最后会成为他最爱的人 思思 我们怎么办 姬如月 本来对陈思思这个幻魔宗圣女 颇有意见 甚至有些看不上这些所谓的妖女 但是现在 两个人却是同病相领 秦雪姐说的没错 如果不是秦晨 我们都已经死了 甚至不知道 会遭遇何等凄惨的下场 为了我 魅影长老死 其他人也死 虽然风雨雷现在也死 可这段仇恨我不会忘 我一定要杀光古鱼界 轩辕帝国的武者 为魅影长老他们报仇 陈思思咬着牙 眼神中满是仇恨 他轻轻褪去身上的青纱 青纱落下 勾勒出了曼妙的身材 该秃的地方秃 该凹的地方凹 肌肤白皙如玉 给人以无尽的诱惑 他一点点的不如空坚持 姿态妖绕 并非刻意造作 而是天生如此 哼 我就不行了 那秦晨也是穿着衣服下去 凭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脱光了下去 秦如玉冷哼一声 静止地跳进了空间纸 幽千雪和陈思思顿时大惊 秦如玉竟然没脱衣服就跳了进来 这也太大胆了吧 你们看 就算是穿衣服进来 也根本没事 秦如玉一开始还有些紧张 可是进来之后发现身体并无异样 顿时笑着道 只是话音刚露 身体瞬间就像是被无数钢针穿透了一般 一股剧痛传递而来 秦如玉惊骇之下 第一时间就是催动了月光身体 可是还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脸色惨白 神色万分的痛苦 秦如玉惊骇 幽千雪和陈思思顿时惊呼的 两人一脸慌张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秦成感受到了背后的异装 急忙转身 看到秦如玉居然穿着衣服跳了下来之后 顿时无语至极 他身形一晃 在空间池中迅速地掠动 树的就来到了秦如玉的身边 一把将他抱起 同时无形的真缘弥漫而出 扑的一声 将他身上的衣服给瞬间震碎了 吹唐可破的肌肤滑嫩无比 但是秦成却没有任何的遐想 迅速地感知了一下秦如玉的身体 不由的是松了口气 也亏得秦如玉在第一时间 催动了月光身体 虽然身体受创 但是还好保住了性力 否则的话 他早就被空间池中 可怕的空间之力 给绞杀成碎片了 秦成催动真缘 一点点的疏通肌如玉 受伤的经脉 片刻之后 因为剧痛而昏迷过去的肌如玉 悠悠转醒了过来 我这是 他感觉身体像是 被一个强有力的男性包裹着 两个人的身体贴在一起 温热的肌肤彼此紧贴着 转过头 就发现居然是秦晨在抱着他 你想干什么 秦如玉吓得魂都快飞了 同时惊恐的道 我的衣服呢 两人根本就没穿衣服 就这么紧紧贴在一起 秦如玉羞怒万分 下意识的就是一掌拍向秦晨 他这么一动 两个人的身体接触的部位就更多 原本秦晨还有意隔开了一些距离的 此刻 顿时更加紧贴 两个人如遭雷击 全身像是有电流经过 你这个流氓 我要杀了你 秦如玉羞怒万分 眼泪都流了下来 一掌奋力拍向 喂 你干什么 秦晨恼怒 一把抓住秦如玉的手腕 秦如玉一个咧下 更是栽倒在了秦晨的身上 身子紧紧贴着秦晨 秦如玉大惊 急忙后退 差点摔倒在空间之中 好在秦晨雪和陈思思赶忙过来 这才把他给扶了起来 如玉 秦晨先前是在救你 秦晨雪苦笑道 谁要他救 秦如玉眼泪汪汪的 从小到大 从没有任何人敢碰他一根汗毛 甚至连手都没被别的男人牵过 可是先前秦晨飞弹抓住了他的手 两个人之间还有了如此亲密的接触 顿时修得气急功心 这女人显着不可理喻啊 更何况又不是没看过啊 何必那么激动啊 秦晨摇了摇头 懒得理会三人 转身来到了池水深处 我修炼了啊 你们也修炼吧 别浪费时间了 又不是没看过 秦晨雪和陈思思狐疑地看了眼激如玉 这什么意思啊 秦如玉脸色更红了 也想到了当初在妖剑传承的时候 把秦晨当成了是模拟体 双方大战 身上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 走光了不少场景 顿时更加的羞涩 有问题 女人的直觉无疑是强大的 秦如玉的表情 让邀千雪和陈思思更加坚信两个人绝对有什么情况 难道秦晨和秦如玉还有一腿啊 邀千雪目光闪烁 叹了口气道 祖月 如果你也喜欢陈少 我不介意把陈少介绍给你 介绍你个大头鬼 我会喜欢他 笑话 秦如玉咬牙切齿地哼了一声 但是也知道秦晨先前是为他好 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了 不过很快 三人便被空间池中的力量吸引了过去